警方的數據顯示 今年頭8個月 總共有8000多宗的科技罪案 案年上升一倍多 涉及金額近22億 當中網上情緣騙案增加超過五成 疫情之下朋友聚會減少 網上交友軟件成為29歲Sunny的紅樑 我覺得是開心的 還有覺得好像真的找到一個可以交往的對象 你有沒有見過他? 沒有的 你有沒有發過什麼相片給你? 都沒有 不過在教育裡面看到樣子 為薄熊顏一笑 他在網絡女友的遊說之下 一個月之內一共投資了近75萬元 到內地一個投資平台 但當想拿回本金的時候 多次被拒 於是報警求助 根據警方的數字 今年頭8個月 一共有8410宗科技罪案 按年上升一倍幾 損失金額大約是22億元 其中網上購物騙案增加兩倍半 拿條勒熟案上升近三倍 網上情緣騙案也增加超過五成 有銀行正發展 防欺詐交易科技 希望盡力阻止用戶資產受損 希望通過Machine Learning 和一些最新的分析數據工具 Evance Analytics 去找出可以的交易是甚麼 可能找到 突然客人的帳戶裡 有些不同的 unusual activity 我們會馬上去通知客人 至於其他網上購物騙案 消委會建議消費者保留交易紀錄 以便日後有爭議時可以追查 無線電視記者梁家寶報道